去年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举办所谓民主峰会 将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国家排除在外 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 在世界上制造分裂 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 如果再次举办这类峰会 那将是不得人心的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和支持 今年一月份全球最大的公关咨询公司 爱德曼公司 发布了全球信任度的一个情语表的报告 这其中指出 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% 蝉联全球底 也达到了十年来的新高 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曾经连续多年得出类似的民调 这些民调都是第三方的民调 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世界是认可中国的民主的 而我们更对自己的道路充满信心 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花园丰富多彩 各国的民主也应当百花齐放 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划定民主标准 这种做法恰恰是不民主的表现 而打着民主的幌子 干涉别国内政 只能使人民遭殃 唯我独尊不仅不是民主之意 而且还是民主之灾 我们期待同各国 本着平等的态度 交流互建 弘扬真正的民主精神 剥去各种伪民主的面具 切实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不断的前行 谢谢